8月13号 国新办举行例行吹风会 商务部部长助理任洪斌在会上表示 2020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对外贸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 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及时推动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 经过努力 2020年1至7月份 中国进出口好于预期 已逐步回稳 出口自4月份以来 连续4个月正增长 民营企业成为外贸稳定期 今年1至7月份 我们国家进出口应该说好于预期 根据世贸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 我们进出口的表现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 东盟成为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 民营企业成为外贸的稳定期 民营企业的出口增长了6.4% 占比提升到54.5% 占了半比江山 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一般贸易地位更加突出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 会上有记者问 近期有一些国家专门向自己的企业提供搬家费 帮助他们将中国的产业链转移到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国家 在此背景下 中国会采取哪些措施提升在华投资的外企的信心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宗长青表示 一些企业基于要素成本 贸易环境 供应链稳定等方面的考虑 调整产业布局和全球资源配置 多数正常的市场行为 但同时 个别国家和地区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 有政府干预过度泛化的迹象 尽管如此 中国仍然是大多数跨国公司主要的投资目的地 今年以来 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性成果 经济增长有降转升 使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好于全球 更加坚定了外商投资中国的预期和信心 另据商务部统计 今年1-7月 外商在华新社企业 18,838家 其中 日本在华新社企业415家 美国860家 韩国849家 新加坡584家 英国296家 德国245家 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此外 在谈及美国对香港制裁 对中国外贸有何影响时 任鸿斌回应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港之一 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并非美国能够赋予 是由世贸组织规定 并被所有成员接受和承认的 近期美国相继出台一些限制措施 比如说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暂停出口许可 豁免等等 这些措施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 破坏中美关系 损人不利己 我们将积极地采取措施 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融合 在CIPA框架下 进一步扩大开放 支持香港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进香港稳定繁荣和发展